我想先問一下因為這一批巴西的進口袋引爆了食安風暴 您是否願意為了這個食安風暴而道歉 再來第二個是看到那個巴西進口袋的有效期限 農業部跟大家說的時間是120天 但是現在資料上面又出現了90天還有110天 那為什麼農業部一開始又在跟國人說謊嗎 怎麼一開始跟大家說是120天 你的第二個問題的引用資料是錯誤 那第一個我要特別跟各位報告 所以110天這個資料是錯誤的嗎 待會我們會說明因為你的論述是錯誤 那我特別說明第一個 我們就是要把所有的專案的雞蛋進口 執行到位要照顧到消費者 那我們要確保所有的蛋籠可以盡快的恢復產能 那第二個有效期間呢 軍機市長有多次的說明 我現在再請他做完整說明 有關雞蛋的有效說明 那基本上我們在媒體鋪路的120天是針對那時候媒體在質疑相關的標示錯誤的時候 那那一批雞蛋是120天 那我在這邊還要再次強調 那我在這邊還要再次強調 所有的保存期限 都是以來源彈場所標示的保存期限 那來源彈場標示的保存期限 會有不一樣 那最主要是 那最主要是 所有的保存期限是 那我想要再繼續問的是 因為你說那一批是 就台農那一批是120天嗎 是的 但現在食藥署抓到說 它並沒有塗蠟 那如果沒有塗蠟的話 又怎麼知道它是120天 因為而且食藥署也說找不到 在巴西塗蠟的資料 那所以農業部這邊就能夠確定 台農的這一批蛋在巴西有塗蠟嗎 它能夠放到120天嗎 然後這些下架之後 現在要轉到加工廠去嗎 我想齁 第一個要特別說明的 保存期限跟塗蠟與否 它沒有直接關係 不是說塗蠟的就是120天 沒有塗蠟的就是人 這是錯誤的訊息 那我再次強調 巴西的部分 它是用噴膜 它不是用塗蠟的 那還是根據它的來源彈場 它的整個當時的 那一批雞蛋的一個包裝 集貨跟它運輸 冷電運輸的條件 它會定它的不一樣 它跟它的圖蠟是沒有關係的 物標的雞蛋 是只有巴西嗎 就你們清查 就只有巴西蛋物標嗎 第二個就是 那個台農蛋它下架的雞蛋 它現在是重新標了再上架嗎 謝謝 有關於巴西雞蛋的那一批雞蛋本身 它所發現到它錯誤的標示 標示錯誤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發現 9月11號再發現了以後 我們立即做了相關的一個清查的動作 那現在目前所有的市面上 都不會出現了 都已經回收了 都不會出現了 有所謂的這個進口雞蛋的一個上架 那在沒有上架的過程中 它事實上 就沒有所謂的錯誤的標示的問題 那也沒有所謂的就是說 讓消費者有疑惑的一個問題 這是第二個要說明的 那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 這個孝綺的部分的標示 是我們經過追查的部分 現在目前是看到的是這一批 那我們隨時也在做掌握 因為現在目前 蛋架上已經沒有這個蛋了 就沒有所謂的 還有沒有其他的蛋品 是發生錯誤標示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看到這個 呆銷毀的這個比例 有高達35.58% 那這個部分也請部長 幫我們講一下好嗎 我要特別針對剛剛有提到的 簡報裡面的 所謂的這個銷毀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因為 我們進口雞蛋 在3月4月5月6月陸續進來之後 那我們國內的6、7、8月 我想因為天氣比較熱 需求也開始下降 那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相關 沒有掉到市場上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雞蛋 在有效期限內 而且都可以來完整的釣到市場 可是如同我剛剛講的 如果這樣的話 那從時就會造成我們國內的產銷資訊 影響到蛋龍 我想這個已經很清楚的來做說明 那第一個有關巴西的部分 我再請郡基市長 因為他之前有多次用影片跟新聞稿 跟各位報告 我這邊再次強調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進口雞蛋 其實是滿足國內生產的不足 所以在進口以後 那我們因為所有的雞蛋 在國外是需要做一些排成的生產 那當初在三四月份的時候 那我們是到國外去搶雞蛋的時候 就是說本來可以調度到別的地方 我們希望協調能夠調度到台灣 盡量滿足國內的缺口 所以後續的部分 我們在評估了所有的未來可能產生的一些 各種疫病跟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 所以我們有訂了一個所謂的庫存的一個 一個水位在那邊 那庫存的東西不是進來以後 都全部要釋出 我們一定是滿足國內的不足 所以當國內的價格 雞蛋數量如果有所不足的時候 那相對的通路的部分 透過錫原廠來進行進口雞蛋的一個調度 大概做這樣的說明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巴西本身我們現在的這些 庫存到期的這些雞蛋 那大概大概將近80%左右 到85都是巴西來的雞蛋 那這個部分我要特別跟各位說明 巴西雞蛋的時候 它的運輸期間大概45天到50天左右 所以我們在3月的下旬的時候就開始下單 那下單的時候 它是必須要確保後續 因為那時候是 吹蛋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它第一批進來的時候是5月初了 5月上旬的部分 那5月上旬的部分 剛好在那個時間點 慢慢的我們從國內的雞蛋開始 生產開始慢慢的回穩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不再強制的釋出 因為那時候的釋出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國內的雞蛋的相關的一個價格 所以相對的 我們就拉去做一些加工的部分 所以剛才在表格的時候 你也看到一些加工的部分 那真的到期的時候 我們就為了確保所有消費者權益 我們對到期品的部分 我們就會封存 那封存完了以後 就會做後續的這些堆肥的使用 那相對的因為雞蛋本身 直接進到粉化爐的部分是比較難的 因為它水分含量非常高 所以還是用在所謂的循環利用 因為它裡面有比較高的蛋白質 但是循環利用 本身它的速度就比較慢 所以現在目前 有所謂的代消費 5100多萬的代消費的數量 就在那邊 不是說我們擺在那邊不消費 是後續要看我們的那個 再回收再利用那個場域本身的 一個能量而定 部長我想確認一下說 我們那個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剛剛有提到90天到120天 這個保存的條件應該是要全程冷鏈 可是很明顯大家在超市看到那個 在上架的長溫蛋 就不是採取冷鏈的情況 我們有評估過這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要說明的第一個 所謂的保存期限 包括其他的產品 保存期限是業者自行依照他的製造條件 跟運輸及貨條件而定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當產品本身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業者會負責 所以他沒有所謂的公開的很明確的一致的標準 各個都是一樣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 相對的我們在進口的時候 在進口的所有的報關 包括他的包裝 都有很明確的標示 來源彈場本身的製造日期跟保存期限 那當他全程冷鏈到了我們的 出關以後 到了我們的那個中央續展會的倉庫的時候 還是全程冷鏈的部分 那一旦進到我們的席選場 是要回溫然後做水洗 然後進到上架 那我這邊先各位說明一個就是 在國內的部分 通常在水洗後是一個月 水洗後是一個月 那相對的 以我們現在目前進口的雞蛋 如果說來源彈場的保存期限大於一個月 保存期限大於一個月 那業者 席選業者他標示 還是用一個月去標 那這樣的話反而是更嚴謹 對消費者本身是有比較好的 那現在比較有一些疑慮的部分 是在後段 當你的保存期限 小於一個月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我還要特別強調 我們每一批的所有的雞蛋 給到席選業者的時候 都非常明確的告訴他 他的製造自己跟他的保存期限 而且我們送的雞蛋 本身的外包裝 也有貼他的 他的一個標示在那邊 所以相對的 席選業者他非常清楚知道 這個 這個雞蛋的保存期限 如果他低於一個月的時候 他就要依照相關的保存期限 就是原廠標示的保存期限去標示 那如果說他的標示是長於 就是長於一個月的話 他就會用慣用的一個月去標示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現在目前是這樣處理 那至於說大家所關心的 就是說隨即以後 到了這個部分 那我相信 那個衛武部這邊 我想相關的單位 我們會針對 因為進口雞蛋 是我們這一次 是比較大量的一個進口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想相關的 有沒有一些更好的 更嚴謹的這些規範 我想我們會一起 跟相關的單位來做研究 高達三成的蛋 區域區要銷毀 是不是當初我們在進口的時候 量沒有抓好 或者是有沒有評估過 我們到底要進口多少才算夠 第一個問題 我到底請俊記在完整說明 第二個我還是要再次的強調 以當初的這個差距的話 每一天大概兩三百萬顆 一個月大概要五六千萬顆 這樣的需求量 那在當初規劃的時候 那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當三月 開始其實三月進口的 其實我那時候大家也知道 我們大概有所謂的五百六萬 五六百萬顆的進來以後 那這個開始產生了 所謂的降低缺氮的效果 那可是後來就是因為需求 在夏天 那我想這個夏天天氣熱 還有學校也放暑假等這些因素 所以變成是這個缺口的這個部分 跟實際我們進口還有國內的產能 所以就有比較多餘的雞蛋在我們的庫存 那這時候要不要釋放出去 我們是依照實際的市場的樣態 所以也是考慮的國內市場的這個通路樣態 跟確保蛋龍的權益 那最後才有產生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過期 或者是損耗的這個雞蛋五千多萬顆的銷毀量 到底是花了多少錢 畢竟很多人都看到澳洲一顆可能補了32塊 然後結果這些錢都投到垃圾桶去了 我要特別強調的齁 32塊的那一批雞蛋是空運的 在三月多的時候 進來以後就因為那時候這種缺氮 那我們現在以海運的部分 那五千多萬顆大概是兩天的消費量 兩天多一點 也許我們看到五千多萬顆好像非常非常多 可是從安全庫存的水位來講 他大概我剛才說的 我們平均一個人大概一天吃一顆多一點 所以一天就將近兩千四百到兩千五百萬顆 所以等於說他的消費量相當於兩天的庫存量 這個我覺得先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為了維持剛才說的 進口機坦是為了能夠在國內生產 萬一遇到狀況的時候 就是說遇到可能的潛流感 造成你的國內機坦的供應量不夠的時候 那我們庫存能夠即時的釋出 不會再像我們今年三月 還要重新啟動一些訂單 然後再等待了一些可能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 所以庫存的必要性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可避免的 當國內的生產本身 它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的時候 那這時候 我們就不會去釋出這樣的一個庫存雞蛋 因為這樣的釋出庫存雞蛋 相對的就會影響我們國內的蛋農 跟影響我們國內的蛋農 所以相對的它是一個緩衝的一個雞蛋 所以最後會有一些必須要銷毀的 那這個銷毀本身我們是用大概四塊五塊左右的一顆 進來的以平均來講大概五塊左右 大概兩億 我們是用進來的雞蛋到席選是用搶遞價格配送出去 比如說一顆可能四塊或四塊斑 所以大概乘上五千一百多萬顆就是這個金額 但我要特別強調 糧食安全如何確保 就是要透過三個方面 國內的生產加庫存 加如果國內的生產量跟庫存還是都沒辦法滿足需求 那當然是要透過所謂的進口 那我們的專案進口就是在尋求 確保消費者糧食安全跟保障蛋農的方式執行的 那這些的庫存 本來也就是要達到這兩個目標 所以糧食安全在很多的國家 那是要有相關的成本支應的 但是我們認為糧食安全帶來的效益 絕對會高於成本 我們剛剛已經有完整說明所有的流向 而且有具體交代 那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媒體記者朋友的參加 好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很清職 快點 你們贴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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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